你好 那我們其實差不多時間交流就開始了 我想先謝謝各位聽眾 跟大集合法來參加我們建國活動 我們的工作坊主題是身分識別 以致權與自由 我是中文院法律所的陳順林 我們今天進行活動 事實上口碑時間上 我們大概從資料課程 可以來臺灣到現在大概三個禮拜 那我非常謝謝所有的合伴單位 包括中文院資訊所在佈禮師 開放話執行會 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願意靠近來幫忙 到今天這樣的活動可以進行辦程 那也才謝謝所有裡面的人 還有我們的法律開臨 還有我們的助理還有所有的志工 好那稍微先介紹一下 SES現在是SES論 我旁邊這位 他現在是在電子潛通基金會議的 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工作 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工作 這個事情會要成立於1990年 他是美國最早在網際網路上 關西民權與體財的被移民組織 那當時包括一些表導台 像SEEU這些 他們四張並不太知道自己的網上的權利 所以當時EF有點像是開創作的方法 而且一直到現在都是 還是站著一個領導的地位 那90年的時候 通訊科技才強的方法是普及幾 我也創辦人發現 美國執法單位 對於這個電腦跟網路通訊科技 他有一些了解上 就是他對他怎麼有運作 他私上是欠缺了解 那因為這個欠缺了解 所以他在採取一些做法的時候 可能不管他執法 或者說他在對於法律想像 然後還有就是說 他在判刑或者是量刑的時候 他可能都會因為一些誤解而導致 對於這個民權或是自由造成一些限制 或是危害 那當時一些民權團體 既然還沒有辦法意識到這些問題 或者說不太知道這些 實際上的 技術上的狀況是怎麼樣的時候 他們也沒有辦法提供相當的協助 所以那時候EF就成立 然後跳進來從事這樣的工作 那一直以來他們除了對於重要的案件 去提供一些法律輔助 也一直在做一些公共倡議、公共政策 然後在一些法案上提供機專業見解 使出民眾跟政府瞭解技術 資訊技術在民族上的影響 那這次來訪的Session 他是EF第一次 當時2000年 2001年的時候第一次雇用的技術專員 他14年來他一直在主席面 扮演一個就是銜接資訊技術專員 跟法律專員這樣的一個角色 那EF成立的時候 實際上是一個以法律輔助為主的一個機構 所以他成立10年之後 不用SESS這樣的第一位技術專員 那這樣子一個角色 事實上證明非常productive 就是說他事實上真的可以幫助很多的工作 所以後來有不用去去一些 NGO 或者政府單位也成立了這樣子的一個職位 不用這樣子的資訊專員人員 去行為他們的工作 那SESS他的專長包括加密技術 以及資訊安全 電磁紀錄學跟證據學很好 網路基因資權 他常常在協助一些政府聽證 跟在法庭單任專家證明 那在這個活動開始之前 我想要稍微講一個小插曲 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今天辦這樣的活動 因為SESS他的專業是網路加密技術 然後還有資訊安全 那我們為什麼就專 就舉辦這樣子一個身份識別資權 跟自由這樣的主題 就是說 現在事實上三個禮拜前 告訴我們說他可能會來台灣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討論說 我們這次他來我們可以辦什麼樣的活動 那就是usual suspect 就是很正常我想到的 就比如說像是網路 或是台灣網路通報告這樣子的東西 那可是還有什麼樣的主題 我們就在想 突然發現SESS又來聯絡了 然後聯絡出來他可能不能來 為什麼他不能來呢 因為他發現就是說 欸台灣他在旅行的時候 他事實上是會去避免去那些國家 就是說外國人入境會去採集生物性資料的國家 就暗指輪才能進去的國家 他一般來說是不去的 那那個時候他在籌備這個 這次亞洲行的時候 他有看一些資料 他就看說這個國家要求什麼東西 然後要不要收集生物性資料 然後他就發現說那個時候台灣沒有 可是他要來聯絡的時候 然後就是11月他在籌備的時候 大概是春天2、3月的時候 他聯絡的時候看說 欸不對啊 台灣真的是要採集外國人資料的啊 那生物性資料的 所以我們就想說 欸這是怎麼回事呢 我就去查了一下 就發現對 確實我們是有這個規定的 這個規定是今年3月才開始的 那他主要理由 除了就是反恐這樣子的東西之外 他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有一個之前有一個英國籍人士 他駕車肇事之後他逃逸 然後他順利離開台灣 那為了要避免這樣的情況 所以台灣就實施了這種 產生外國人資料的做法 那後來我們也發現就是說 啊幸好台灣有一些例外的規定 就一些專業人士他也要來台灣 那我們可能有一些理由去專案申請免除 那我也非常感謝 在這邊非常感謝我們法律所的林子儀老師 所找林子儀老師支持我們 幫我們去提出這樣的專案申請 所以今天賽斯才能做在這邊 那這個小插詢讓我自己呢 去反省這件事情首先我就是想說 事實上我今年夏天跟秋天都有出國 那我也有看到就是說 外國人確實在出入境的時候 所有的印象都是要按指紋跟照相的 可是我自己並沒有特別去把 這樣的事情放在心上呢 那也沒有去特別去說 欸為什麼外國人需要 或者說本國人就可以不需要 那這個可能某部分原因是因為 我自己在過去的十年之間 我在美國尼書院工作的時候 我非常習慣就是說 我自己入境美國是要按指紋這件事情 那可是事實上這樣子的事情 美國在十幾年前 剛推出這樣的作法的時候 它事實上是受到 美國國內外的公民團體 還有外國政府一些反彈 甚至還有一陣子就是 巴西政府是要求美國 而是針對美國訪客 只有美國訪客入境巴西的時候要按指紋 西加古亞的訪客是不用的 那所以據說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我們是可以漸漸習慣的嗎 就像我們好 好性漸習慣我們現在就是安檢的是要拿出電腦 我們就就是習慣要做這樣的事情 可是這兩件事情 拿出電腦跟按指紋這件事情 本質不太太一樣 那我們是 我們要怎樣去用不同的方式考慮 今天我們應該要去漸漸習慣這些事情嗎 那我反省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我們對於外國人按指紋這件事情 已經漸漸當成習慣 那為什麼我們去區別本國人跟外國人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 我們為什麼去做這樣的區別 那加上我們最近在看歐洲的一些反恐 他們開始就想說 事實上有一些人是本國人 那是不是區別外國人跟本國人 在反恐這件事情也是沒有理由呢 那如果說在針對本國人採集指紋 國民卡類似這樣的事情 事實上是一個非常大的爭議的時候 會有人說 那我們就針對特定的群體採集指紋嗎 那這樣不會有污名化特定的群體的一個問題嗎 不會有歧視的問題嗎 那第三點 在他給我的信裡面他就很不好意思說 對不起對不起 我知道美國人是要外國人按指紋才可以來的 所以有朋友說要來美國的時候 我通常會去警告他們 那我就去反觀我自己 就是說我其實呢 我是因為我是會覺得 我沒有弄Egate嘛快速通關 那我是因為我是那種會因為不想按指紋 而不去申請快速通關的人 但即使是這樣子 我明明就親眼看到外國人 在我面前出入境要按指紋 但是我並沒有想到就是說 我要去通知我的訪客說 欸你知道你進台灣要按指紋這件事情嗎 就是我不會去特別去意識到這個問題 那我就去想到一些出國的時候 一些類似的關於資訊的考慮 譬如說我會因為中國不想去 我會因為不想要拿 可能會有RFID的台報證而不去中國 那或者是說我會因為考慮 網路上聯絡自由的東西 我會考慮不想要去實施網路實名制的國家 那或者是說我去哪一個國家要9點 那我需要當地的手機門號 那我去看我會去調查說 那個國家的電信業者 是不是會普遍的要求就是說 要求訪客要在申請手機門號的時候 要提供身分證明等等 我會去考慮這些事情 那如果說我去參加一個會議 或者說這個會議的主辦單位 去提供我除了簽證資料以外 這些東西這些資訊 我會覺得說 這個主辦單位真是太考慮太周到 真是太尊重大家的隱私權了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們會不會 就是我們是不是應該也這樣去考慮說 比如說我們在邀請就是這種原因 我們常邀請外國訪客 我們是不是再邀請這些 國外訪客的大師等等 來的時候 我們會去說 欸你知道嗎 來台灣要暗示問這件事情 這個東西是不是一個 我們必須要去做的一些事情 基本的禮貌等等 好那所以就是說 有這樣的一些考慮加上 那時候我們已經在討論 要談台灣網路透明報告 那那時候 這是台純會所辦的一個這個活動 那那時候台純怡林就在 他臉書上就 台純怡林內衛 他就說他遇到了第一位 可能因為這個規定 拒絕來台灣的外國獎子 那這個comment就引起了網路上 在一連臉書上一些正版的討論 那我就覺得說剛好我們今天 所有的合辦單位 包括中原資訊所 莊老師 台純會都是長期關心身分識別 跟資訊的這個問題 那同樣也是 我們合辦單位的開放文化基金會 他也有參加台純會所主持的 這個台灣網路透明報告 所以我們那時候決定說 如果SAS來台灣的話 如果他真的可以來的話 然後那時候就算他申請有沒有通過 那我們就會針對 我們就會辦兩場活動 一場是針對他在資安隱私這個主題 加密的實作等等 那另外一場 我就來針對大型的資訊系統 身分識別跟獨資的主題 來做這樣的一個工作 那今天我們幾位 每年都是這個議題上 相當投入的就是一時之選項 那我就按照發言順序來做一個介紹 我們第一位是由莊廷瑞老師 他是中央研究院資訊所的副研究員 他領域包括程式語言 全球資訊網路技術 還有地理空間資訊技術 及網際網路社會 那我們的第二位是唐鳳 可以問一下唐鳳 他是台灣的自由軟體文化工作者 他也經常協助指示 臺灣這個虛擬世界法規條式 線上諮詢的會議 那他今天會分享的就是自由軟體 從這個角度出發來分享一些 他對這個一些想法 那我們的第三位會是橫軒 他是在臺灣人權促進會 他主要負責的是臺灣網路同胞 他也是同時會協助惠逆其他相關的一次議題 然後第四位是邱依林 他是清大社會學研究所的碩士 也是現在台區會秘書長 他也是台區會的八位提告健保 加值應用資料庫 應該讓人民有退出權的當事人質疑 然後第五位就是最後一位是我們的 staff 然後他會從資安的角度出發 然後帶到疑似權 疑似reidentification的這些證明 那我們就從莊老師開始 謝謝